你有這個卡 卡一定要有額度 不能再放任 他一不小心孩子就走中了 就怕孫鹏夫妻 真是過度放任 因為美國警方 最新在孫安佐家中 搜出1600顆子彈 外加一把二手槍 鼎音的姐姐 對此代為解釋 都是孫安佐刷爸媽付卡 買來的 一個月多少錢你帶走 買了什麼用了什麼 爸爸要知道 不是花不起 而是我必須要知道 你買了什麼 同樣把孩子送出國 吳宗憲強調 一定要好好掌握 小孩的金錢流向 至於孫安佐 怎能擁有大量軍火 恐怕就是這回 校園恐攻的關鍵疑點 孫安佐不但短時間內 打造火藥庫 還點出日期 聲稱發動恐攻 又真被搜出槍支子彈 都讓敵英的舊子行動 困難重重 這個孩子 他變成這樣的情況 是台灣的社會 那換句話 也就是台灣的政府 對於青少年的教育 這一部分 要負很大一部分的責任 太愛這個孩子 他甚至說 我可以為孩子 犧牲我的性命 這種情況下 孩子放到國外去 要自己去面對的時候 可能如果媽媽不在身邊 我們會有一些 這些就是說 我們孩子的社會的話 是需要慢慢來帶你 第一老戰友楊懷明透露 他在非美前一刻 還傳訊說 我只想哭 楊懷明看了 也只能安慰他要堅強 天下父母心 演藝圈大咖 各個出身應援 期盼美國檢方 給孫安佐機會 也讓彭英夫妻 早日歸來 接著人總理晨臺報導